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明白了吗 就这个讲究 嗯 明白了 好了 答案师父 师父您一直在讲 都说事情念礼佛 要念到心无界底 心无卦碍 就是弟子还是有点不明白啊 就比如同样一件事情 比如菩萨吊坠 吊在地上 那每个人念诵的礼佛 变速是不同的 那这个标准为什么每个人会不同呢 我问你啊 你念经跟我念经标准一样不了 不一样 好了 为什么了 是因为每个人念经的能量不同 分析啊 你修了多少次了 师父修了多少次了 怎么能一样啊 可能不了 听不懂啊 人家念几遍 人家就消掉了 你比方说一个三好学生 他做错事情 你是一个非常notty的 经常吵闹的孩子 你们两个同样做错一件事情 三好学生跟老师说 对不起 我下次不做了 老师马上放他回家了 嗯 你在那里 他就不放你走 因为你是经常非常捣蛋的孩子 听不懂啊 哦 懂了 懂了 那就是心无芥蒂 这个是自己心里的这种标准 不是心里 就是你自己的内心 八十田中的衡量一件事情的标准啊 你有良心的呀 这个良心就是你的护卫啊 听不懂啊 嗯 懂了 懂了 好了 好 当然 这一句话 好 当然 这一句话 好 但是 说 啊 啊 差不多 好 啊 但是 说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